合併的这个就是说把底下这边有13个 然后合并成一个 这个叫全部 就是里面本来是只有一个一个的 就一个 Esser档里面就放一个工作表 那我是怎么样 另存一个新的 等于是Esser档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来 所以打开来的话 里面就是所有全部的那个工作 13个班级都通通在这里 那这个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当然如果说 以前 就把先删掉 以前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什么 先第一个 先 先开一个新的活业簿 所以第一个的话你可能就是说 先 如果 应该是想先 开新增一个什么 新增一个空白活业簿 对不对 那这个活业簿里面的话 然后 再把它通通通 扣过来 那扣过来的方法的话 这个地方 先把它另存新档 当然你这边 另存新的 我这个名称的话是 加个什么 底线全部 之类的 就是说 然后存在哪里的存在我们的工作表里面 这个这个目录里面按储存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因为他名称叫底线全部 再来 就分别把那个什么呢 一个一个 比如说一般打开来的 然后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移动或复制 那如果你要把它复制过去的话 这边可以切换 切换成什么 切换成一个 全部 然后把它移到最后 然后 建立副本 建立副本就是copy的意思 就是把它call过去 不过你会发现 call过去之后 然后这个再把它关掉 这个这个 全部不是 就关那个 关乙斑这个 就把一个 你会发现乙斑就call过来 那其他的都慢慢call过来 可是你会发现光做就很麻烦 可是如果程式的话要跑该怎么来来跑 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把这个先再关一下 首先的话 当然 第一个 一样 我们需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先插入一个 合并活跃部的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里面的话 我需要 第一个先知道说 你要合并的那个 资料夹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S-PACE 指的就是 这一个 里面的 路径 所以我一样你可以 去按右键把它编辑 然后取得他这个路径名称 第1个 第2的话 用什么 用DIR 这个DIR函数就是去 这个目录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 附档名叫做 XLSX 有的话呢 先帮我抓第1个 放在S-File里面 那 要一直往下抓 所以 我会用到 DoFile 因为 这个时候只会抓一个 可是你不止一个档 如果你只有一个档 那就是DIR一次就好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继续 继续往下跑 那我们怎么做 首先第1个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要先去找到一个 比如说以班好了 这个以班丢过来 那我知道以班这个路径里面有个以班 然后呢 我用什么 这个用workbooks 就是这一个工作用工作部里面一个方法叫open open的话就是把它打开 我要知道先把以班先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里的话 我先 这边有多一个I 那这个I的角色呢 先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 他是不是第1次被开启 因为如果第1次被开启的话 我就用什么呢 用另存 那反之 如果说呢 因为第1次才需要另存新 我用另存新档 有时候我今天 先开一个 然后把它另存成什么 这个名称 存完之后的话呢 那把I 等于 因为如果 I第1次进来 一定是不等于 等于是第1次执行的话 会跑这边 那如果 I等于1的话呢 等于是第2次以后的话 就会跑Als 因为 他这边不等于1的话 这边我把它改成等于1 下一次的话呢 他就会跑这边了 那也就是 第1次是Copy 特别注意喔 我前面讲过 Copy后面如果没有加什么 没有加After 或Before的话 他等于是会建一个什么 新的活页部 对不对 所以第1次 是建活页部 第2次以后呢 那就是什么 把它Call到After 所以你会发现喔 这边是Copy 新的活页部 后面的话呢 都是怎么样 把它塞到后面去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后面 要告诉他说 哪一个活页部 就是Workbook 名称记得一样 把这个名称给他 那哪一个活页部的 哪一个工作表 第1工作表 所以呢 就帮我call到什么呢 call到第1个 这个去着1 那个活页部里面的第1个工作表 塞塞塞塞 全部都塞过去了 OK 然后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关掉 把 这一个 这个工作部 的名称关掉 然后最后再往下 往下 OK 那最后的话呢 记得 等到回圈跑完之后 记得怎么样呢 把它close掉 不过close 记得喔 后面这个参数非常重要 这个参数如果没有加的话 他也会close 可是不会存档 特别注意喔 就是close如果你后面没有加save change 等于true的话 他会close 但是 不会存档 所以这个参数非常重要 之前好像我记得在找前面的课程我忘记加 就奇怪 奇怪 明明他都有加进 都有把那个工作表放进去啦 可是最后 奇怪里面怎么居然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后来就 就后 原来是这一个地方 少加了这个参数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我这边路径OK的 然后呢 其他应该没问题吧 这边有没有哪一段 主要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个 如果你比较没有把握的话 就是一个中断点 那把它执行一下 活跃部 就是把它合并活跃部 执行一下 好 那 当然第1个会找到一个钉斑 所以呢他已经把钉斑打开来了 所以钉斑应该是已经开启状态 看一下钉斑开起来 那里面这个钉斑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再来怎么样 I现在等于多少 等于5 那5的话就是 他会进哪个地方呢 就进这边 所以第1次他会跑这边 这一段城市 那到时候他等于1的话 他就跑下面了 所以第1次 先copy copy会怎么样呢 产生一个活跃部 有没有 这个活跃部后面数字他会自己去加 所以每一次都不固定 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空白的 而且会把钉斑带过来 第1个 第2的话呢 我们把它save as 存在哪里呢 存在一样的路径底下的名称叫做底线全部 OK 存一下 OK你会发现这边不是产生一个 其实他里面就放钉斑 OK 然后呢 再把i等于1 i现在等于1 i本来是5 然后把它关掉 关哪一个呢 关的是钉斑 不是关全部 所以特别注意 要关哪一个档案 关这一个 关这一个钉斑 有没有钉斑现在被开启了 如果你不关的话 你没有这一行 他会变成说开12个 开13个 一堆啦 当然你记忆体可能会用完 可能会荡掉 OK 好这样的话 关掉了钉斑就被关掉了 OK 再换下一个 然后再换下一个档案的话 在这个地方 DIRE是说抓下一个档 丙斑 给钉斑下一个丙斑 NAS 其实LOOP就是NAS的意思 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回圈 然后找到 一样开丙斑 然后这个时候呢 i已经等于1了 所以 他不等于1才会进这里 那等于1的话 会进哪里呢 下面 有没有 ELS这边 然后 COPY COPY到哪里呢 全部这个 活跃部里面的第1个 就是钉斑的后面 APS 好那把扣过去了 再把丙斑关掉 然后 下一个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部里面 有没有 有丙斑的 有没有 所以以后的话 都一样 所以APS 全部通通帮我扣过去了 所以呢 后面都一样了 所以把它执行 完毕 这边中断点拿掉 这个中断点是协助各位 如果将来 你某部分的城市 尤其是 你们用我那个云端上面的城市 假如哪个地方 不熟的话 千万不要直接执行 因为你一执行 你一定会有问题 有问题 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所以建议一定要射中断 要不然就用F8 逐航慢慢跑 我强烈建议 尽量是放慢速度 因为我看很多同学 都是很急就张的 贴上之后 就马上跑 马上跑就马上有问题 有问题之后就紧张 一紧张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就干脆 就放 放弃了 奇怪 这哪里 所以 一定要慢 你在按执行的时候 你 真的是 宁可 你先多 看一下城市之后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不要急着按执行 建议就是 如果折中方案 就是说 F8可能太慢了 你可以先看一下城市 哪个部分你可能比较不熟的 记得在上面射中断点 这一招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因为 即便是我到现在为止 我看别人的城市 我也会先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不太 因为他的逻辑跟我逻辑不同嘛 第二个是说呢 我自己写完成 我也不确定说 我写完了城市 是不是一次就 完全OK 我也不会有把握啦 说真的 你写再久的人 再厉害的 难免怎么样 吃烧饼 也会掉芝麻吧 对不对 也不可能说你一次就那么厉害 哇 神了 对不对 不可能 所以有问题 在你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 设一个中断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觉得这书里面好像都没讲到这些啦 反正就跑跑 有错你自己在 那这些不太需要经验值 为什么 因为你看就知道 主要慢 然后看一下 最后的话就把它跑 跑完之后就把中断点拿掉了 OK 然后再把它支起 好 跑完了 有没有 他就自己在那边 这个我觉得感觉还蛮好的 尤其是你那个 如果你的 就是以色列党越多的话 你会越来越 越有成就感 为什么 因为好方便 按一下 合并起来 按一下 就分割了 按一下 就很方便 你要分就分 你要合就合 以往的话 就没那么简单 以往你要怎么样 光做那些事情 我都已经头大了 对 这么多档 你叫我全部合并在一起 真的是太麻烦了 而且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 那你会觉得更麻烦 所以 你就把这个学好 一劳永逸 以后 但是 时间一定会多出来 你这个时候就烦恼了 到底这 空白的时间要做什么是好 又不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 很闲 对 所以 之前有同学有这种烦恼 然后呢 又不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 到底你是 不过后来他 同事有知道说 他有学会那个 VBA 所以后来 也会想要来 学这种 好好 你下班都 平常好像 事情做的比我们多 可是 效率比我们高 为什么呢 后来他也会教同事 同事也会了 那当然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OK 不过你效率提高 老板 当然 也不一定会给你加薪水 所以你也不用说 所以大部分同学有问 他都不会让老板知道 老板知道以后 只会给你加工作 哎呀好棒 太好了 对 他也不会想要给你加薪 我现在 现在景气好像都这样 后来给你加薪的话 不要给你扣薪水就不错了 我发现好像多 都担心公司不知道哪一天就收起来了 对 好像比较多这种声音 比较少说 公司 忙到要命 忙 现在好像要很忙的 公司好像越来越少了 这个 不过其实你可以增加附加价值 因为如果你有附加价值 你比较 不太容易被 列为那个优先的那个名单里面 因为现在好像 各个公司都有那个优先 就是 非志愿那个 让你release的那种 就是名单 就是 裁员名单 好像各公司都有 那当然他会考量什么 那个人力资源部 他一定会先考量 你这个人 你这个的 就是效益 如果你效益越高的 当然就比较 不太容易是成为那个名单里面的人 所以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第1个 如何 合并活业部 那这个路径的话 其实也可以改成什么 也可以改成 刚刚的这个 有没有 就是说你要合并的东西在哪里 当然 另外呢 我们刚刚存档的时候是存在哪里 存在同一个木屋里面 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存在里面 因为我到处要删除的话 一删我把 原来的也删 我可不可以存在 外面 存在另外的地方 可以啊 有没有 那那个路径 也可以 另外写一个位置 或者是说 你到时候那个 这个地方 我前面好像讲过 那个 Picker Footer Picker 没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 File Picker File Picker 意思是说 你可以用选一个 不是目录 而是选一个档案 然后呢 可以另外再存一个地方 存成另外一个档 档名你也可以自己打上去 我刚刚这个地方是写固定的 你也可以不用写固定的 不过怎么做 请各位 发挥自己的巧思 其实说真的 这些东西 以前我可能没用过 但是我看一下我就知道怎么用了 因为里面都有那个固定的规则嘛 我稍微看一下 其实很快就会了 很多东西说真的 以前我也许都没用过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 试一下 程式码 自己在call一下 那 程式码我都会update 所以 请各位 看 等一下 refresh 一下 因为我发现 我刚刚有稍微改动几个地方 所以 刚刚那个程式码里面 合并 活跃部 也许有一些地方 我可能有重新改动过 所以如果你要最新的版本 可能要再把那个网页 重新整理一下 让他重新载一下 好